可以用簡單的材料製作一杯咖啡 希望帶回別人去以前的 小時候的玩頁子有感覺 Hey, What's up? This is Futuro You're watching TOYS TV Hello,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 TOYS TV來到觀音台紅杜道的地方 一間咖啡店 很有趣的,叫做啡爐 即是中文叫啡爐 我去看看,我約了我的朋友 有些東西去聊一下 先說明,這個不是廣告 最主要是關於我們一些玩具 以及一些玩意的東西 我約了Captain在這裡等 因為待會會說一說咖啡的東西 貼紙的東西,設計師玩具 剛好,他最近的project 就聯成了這間咖啡店 就有些東西在那裡發生 所以就儘管跟我們聊一聊 Hello,Captain 這次的聯成就是咖啡店成貼紙 你其實有沒有什麼期望 其實我們最主要是 我們貼紙狂人的組合 其實我們夾在一起玩 都是想多些人用不同的媒介 去認識貼紙 因為我們始終八、九十口 很多時候從小時候都會有玩零食的貼紙 我想告訴別人 其實現在還有貼紙 還有原創的貼紙 希望帶回別人去以前的小時候玩貼紙的感覺 好像今次跟Fellow合作 有不同的人存貼紙 想齊一室 他們到處會交換 會問一下我這張床覆了 你有沒有多一張我沒有的 互相交換 很開心 今天除了我們也分享咖啡之外 又說一半句 我們直接抓咖啡店店長Anthony 跟我們談談一些咖啡的方法 加上咖啡店他們做了一些聯成的事 就是跟一群設計師 我們不知窮人就做了一個計劃 就是買咖啡會送零碟紙 不過當然是有限量 我們不如先找Anthony去計算吧 你好Anthony 你好 你好 我想問問你 其實為何公司你們會有這個概念 就是用咖啡和切紙去聯成 本身我們其中一個設計師的一個朋友 是我們老闆的朋友 他們聯絡我們 然後他們再去談 談完之後就一拍即合 就說不如我們嘗試出一些 畫公仔或者貼紙 我們一起去出 看看怎樣去合作 然後這件事就開始推動 最後變成這樣合作 這個幾個貼紙 我們GV的觀眾都會認識 之前介紹過 但其實咖啡的朋友 其實會不會對貼紙 送貼紙他們的一般的反應是怎樣 都挺嚴格的 其實都會有多了很多不同的人 來到我們官堂店或者傳媒店 去喝咖啡去換貼紙 有些奇怪一點的例子 就是會有些客人特意來買 想要四個貼紙 然後就喝了四杯Expressor 但其實去到後來不知 原來那個客人是去喝咖啡 就是外界唯有貼紙 來也有 是 因為他是貼紙粉絲 但如果一般 我想可以對一些 例如喝咖啡的朋友來講 帶多樣的生活情趣給他們 他們又可以 而且這個真的是送的 他們不想額外給一個額外的價值 他可以有多一個貼紙 都可能幫到設計師 其實你們公司的原意 是否都想藉著這些機會 在香港互相幫助一些 店舖的設計師 我們店舖本身 希望除了我們自己 出的咖啡之外 都很希望是一個小的平台 可以和不同的人 不同的設計師 或者不同的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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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做一個合作 所以我們之後 就會有一些不同的 例子 或者現在最新的貼紙 去放在我們店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不同的合作 你覺得 譬如這次 其實之前你推出了自己第一隻 設計師玩具 淘加玩具 就是麥卡路 然後又有貼紙 然後又有一個項鍊 其實你覺得這幾樣東西 或者再加上其他東西 對於整個設計的事業 你覺得有怎樣可以幫到你 其實麥卡路 原始是一個故事 我就將故事畫到漫畫 就製作了一個很短的 聚焦的動畫 其實我是想將裏面的世界觀 或者整個故事 去給予更多人看 有不同的媒介 可能是玩具 貼紙 因為貼紙我後面 其實都會有少少故事寫在 每個人 人物是怎樣 即是想用不同的媒體 去帶動給多些人 好 那Anthony 其實剛才說過 你們會和一些不同設計師 或者本地其他不同範疇的人 去合作 就是希望互相支持到 或者互用我 還是說回公司自己本身 公司都很有趣 你有兩間咖啡 其實有什麼特色 或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和介紹一下 我們的特色當然是咖啡 然後其實我們要看不同店 我們有的物資 或者可能有大小 然後決定出什麼食物 因為我們觀塘這邊主要 就是餐廳 即是熟食 然後少量的甜品 加咖啡 如果是荃灣那邊 相對來說 甜品會比較多 荃灣那邊在哪裡 海伯間101 101 這裏就能夠到43 是的 異色咖啡其實都已經20松 冬熱 然後不同的奶泡口道 然後有一些我們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然後一定坊間會有 即是基本會有的東西 我們都一定會有 然後有些是我們自己想出來 然後有些是我們自己 一些標誌 所以聽起來好處很多 但其實認真去看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只不過是 可能有些外面也有了 但我們有些自己想出來的 那你以為今天 和Italy聊天 都有一些東西 落到袋 原來咖啡很多種 即是20多種 一間店鋪賣的也有20多種 我知道可能更多 不同的 加上就是原來 你們用心經營的朋友 都真的很想做好咖啡的本頁 是的 又可以嫁到這麼多 不如你講一下這幾張貼紙 因為這裡不單是有你的作品 其實有其他三個貼紙設計師的東西 不如逐一介紹你們 其實怎樣把你們設計的平面概念 放到貼紙上 因為其實不是純粹把你們的畫放下去 裡面有很多佈局 其實你們怎樣去考慮 最主要的 這些貼紙我們叫零食貼紙 零食貼紙 通常我們的尺寸都是48mm 48mm 坊間會有很多一些袋 或者一些寶寶 放到這個尺寸 一般我們玩開都是這個尺寸 當然有些限定的款式 會是大張一點的 但那些就是 通常一些限定的會場版 或者其他的特別版 才會有的 我的作品是《魔人白卡路》 整個概念是 一個魔王被封印了之後 分成了七條鑰匙 每條鑰匙代表一個七元序 其中這個《魔人白卡路》 是代表這個貪婪的鑰匙 為了復活大魔王而展開他的旅程 我看到你有沒有知道 這裡的白卡路好像有些D-Form了 即是給一個公仔 還要扁一些 怎樣去決定這個 通常我們會跟回正方形的尺寸 通常我們盡量賺到去爆一點 畫面看來豐富一點 所以其實會壓變少許 其實是 比起原本的比例 會做一個Q版 或者二頭新版本 即要是就剪掉了 對 很少會出原尺寸 對 對 第二個 第二個作品是Picaccio Picaccio的《酒鬼夜行》 其實他的概念是 一隻很喜歡喝酒的鬼 其實他是很想接近人 但他不敢接近人 所以不是有喝酒壯膽去接近人 然後喝完酒之後 現身的時候嚇到人 也想表達一件事 其實鬼 其實你見到 未必是華人 可能他本身是一番好意 但原來很多人見到他 就怕誤會了他 即是想表達一個這樣的概念 這個也是 跟今次Fellow的特別版 變了 他今次不是喝酒 是喝咖啡 對 對 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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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款是Bed and Gatland的《勇者傳》 其實這個《勇者傳》 有很多東西玩的 是一個Bord Game 每一張貼紙 他都會有色仔去摘 去對戰 加一些道具 防具 其實除了看外還可以玩 多人去互動 互動去玩的一個貼紙 即是拿貼紙變成一個遊戲 即是卡遊戲 對 對 而且他有色仔去打大佬 去互動的遊戲 第四個 第四個是 Mr.Junk Sticker的元素門 其實顧名思義元素門 他就 看到他本身 原本普通版 不是一個Fair 因為今次 和Fellow合作 所以就是一個咖啡特別版 尤其是一個Fair字 原本他就用一個化學元素 例如炭 金 鐵 每一個元素 會是一個人物化的造型去出現 就想用這些元素去形成一個元素表 所以整個世界都很耗大 很有趣 我們這個貼紙 除了可以提示之外 或者我們大家抽 我們做了一個AR的 虛擬立體的版本 我現在可以試給大家看 對 或者你可以 看看 這裡 只要經過這個APP 我們就可以掃描到 它就會動 對 我們會表達不同的貼紙 我們有不同的效果 因為剛才 好像這個勇者傳 一樣 是變成了 一隻遊戲 以前我們八比 紅白機的遊戲 裡面的造型 對 對 對 走鬼夜行 這個也很特別 好像我剛才說的那個故事 讓我看看 太黑了 對 他在夜晚睡覺的時候 他想 認識朋友 誰知道嚇到人 你看睡覺的時候 多害怕 對 對 到最後那個 這個 這個 我也是 他會動 立體 他會斬一下斬一下 對 就是一個貼紙的造型 這個就是掃描完之後 裡面也有動畫的形式 對 每個貼紙都有不同的東西 除了看之外 還可以有更多東西玩 用不同的多媒體去上市 對 對 很可愛 如果可以穿成圖片 很厲害 哈哈 好 我們都 各方面都不同的情況 都會嘗試 那順便再提提 接下來 12月頭 Mr.Drunk 他會在格子會有一個個人的展覽 我知道他正在籌備 不過我也不知道 好像很多新的事情去做 留意他的Facebook和IG動向 好的 關於玩具 有沒有什麼消息 和大家分享 我的魔人八卡路 Figure 本身在剛剛過了7月 的動畫日節 首次兩上 接下來 大概11月 11月左右 就會正式公開發售 數量有限 大家多多支持